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要是受气 不懂的人去说 有人手挤到这边 接受的受 销售的受 是不是 修行嘛 如果我们讲一切是能量 对吧 记得 你如果是真修行人 你绝对有护法 就怕你是假修行人 没护法 什么叫假修行人 今天真真明天假假 所以正负得负 还是假修行人 对吧 一定要是真正的 365天 24 7 都是这样子的 循序渐进的 你只要愿意这样去做 你就会有天地的护法 绝对有护法 那其他人呢 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 哈哈哈哈 别洗了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共识 每天检测自己 看自己是进步还是退步 对吧 今天起床 就检视自己 心情如何 愉悦 开朗 美 给自己勉励一下 今天一起床 就是 一百年前恩恩怨怨 又具体在你的脑海里 对吧 哈哈哈哈 你就自己起来 自己罚站五分钟 对不对 告诉自己 不应该 修行人呢 你还在想一百年前的事情 干什么呢 你要对一百年前的恩怨 去忏悔法怨 是吧 不是在去想那些恩恩怨怨的 其中点点滴滴 这是修行人跟凡俗人的差别 对吧 早上起床 上班看同时 看人家不顺眼 又自己去站五分钟 对不对 你为什么看人家不顺眼 人家看你顺眼吗 不见得啊 对不对 能够做成这样子 那才是真修行 对吧 你如果真的能这样做 你会发现 你在修行的功夫上 真的就才开始 一步一步一步上去 不是自己感觉良好 而是事实 反过来说 如果你在修行的道路上 一下左左 一下右右 一下前前 一下后后 一下上上 一下下下 我之所以要讲的这么多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是要让你知道 修行人没有权力反复无常 你那边左左右右上上下下 就是反复无常啊 可不可怕 可怕 可怕到什么程度 讲可怕 也吓死你 修行人 若你是这样子的心态 离地狱不远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